这两天海外留学生们真是太难了 前两天我刚说完芝加哥留学生被害 然后呢我又刷到视频说什么海外留学生被扎针 这两天呢美国多个大学又收到了炸弹威胁 全体师生紧急出散 其中还有非常多但中国留学生特别向往的名项 留学党问如果你的学校也收到炸弹威胁 可以评论区报道一下 这是怎么回事都有哪些学校呢 就在这周四麻省理工学院呢就发布警告 他说该学校的Building54收到炸弹威胁 警方呢已经介入并且疏散人群了 随后见巧警方警告人证实 由于最近类似威胁贫乏 他们正在对校园进行谨慎彻底的排查 这MIT的炸弹警告尚未解除 NYU紧接着又发布消息 他说斯特恩商学院神经学科中心和西伯来联合学院 三个地点收到炸弹威胁 目前警方已经介入并且疏散大楼 然而就在十分钟后 美国的另一边 也就是我这边的南加大也发布消息 提醒学生远离危险区域 洛杉矶警察局呢也正在搜查 不过万幸的是 几个小时之后经过警方排查 目前所有的威胁都是虚惊一场 美国内官部门也正在调查 这些事件是否存在关联 大概你以为这就完了 其实这周四啊 已经不是美国大学第一次受到炸弹威胁了 从上周开始 这个炸弹威胁就开始在美国大学当中轮着玩了 其实最先受到恐吓的是耶鲁大学 正在上周五 耶鲁大学发通告称 警方接到电话 学校内的几所建筑物被放置的炸弹 更有报道上 有人打电话声称在学校内多个地点放置的40个炸弹 俄亥俄的曼阿密大学和俄亥俄大学也是受到炸弹威胁 上周日 康奈尔大学 哥伦比亚大学和布朗大学又是受到炸弹威胁 而且光炸弹还没完 还有人说携带那个茶 目前的美国警方表示 他们也正在和FBI密切合作 还是调查不清楚这些威胁是否是同一个人所为 也不确定威胁者的身份 关键是我现在给你们讲的这些学校名字都只是冰山一角 甚至我这边弯曲的很多中小学都收到同样微信 你这会不会以为快起末留学人不想考试所以才 我倒是希望是这样